10月19日晚,一场中外武术搏击盛宴在河南登峰盛宴 今年51岁的少林实战弟子石炎兹 43秒KO非洲职业高手,遗憾下手重了 当晚,登峰是军美体育场上人头攒动 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泰国、缅甸、坦桑尼亚等七国拳手 在松山脚下上演了一场武术搏击盛宴 虽然现场气温较低 但赤膊上台的各国选手,用拳拳到肉的实战搏击点燃了观众热情 当亚洲之战来自非洲坦桑尼亚的30岁职业搏击汉将盖伯瑞和少林实战弟子石炎兹登上了一台时 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比赛正式开始,石炎兹先躲过了盖伯瑞的第一拳 而后受到对方一记腿击 石炎兹并未因此胆怯 而用一记高边腿击中对方 随后一记重拳,一个飞腿,一个重腿 以43秒KO对手 我本来是想多上台跟他学习学习 互相的交流一下 看看能不能够用更多的一些少林的一些招法 但是也没想到,就是一个重拳,一个重腿 他,踢到他累了吧 谈及参赛目的,石炎兹表示,希望在比赛中学到更多更好的技术 希望能够渐渐试免,跟世界不同的拳手互相学习一些更好的技术 取长不短,然后的话可以把这些技术的话更好的传给下一代 中国功夫嘛,可能我认为呢,一定是用实战的方式来振兴 当裁判宣布,石炎兹以KO对手获胜比赛 全场观众欢呼雀跃,难言喜悦之情 今天的这个比赛啊,仍然很激情 因为自己所有喜欢的选手都赢了 是大师,就是那个特别出拳的特别猛 比较小粉,身为等奉任 前提子中,作为少林斯,施展敌人 感到非常自豪,中国功夫 No.1